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演起来浑身是戏 不过说起佩晓兰进入演艺圈的缘由 也全是因为马鲁龙 她是不够而别的 那你不是心碎吗 是啊 所以我才会进入演艺圈 她进入演艺圈是为了要找到她 好感言哦 原来两人年纪相差16岁 第一次相遇时有过短暂恋爱 之后马鲁龙却一声不吭就消失 佩晓兰进了演艺圈 如愿重逢还成了马鲁龙的第三任妻子 那时她已经是当家女星 却直接辞去工作 回家相父教职 因为马大哥现在让我照顾到 变成一个生活白痴 什么都不会啦 到现在好像小孩都看不下去 哇 这么恶心 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还是感觉我很年轻 感觉我还在谈恋啊 接受节目专访 佩晓兰总说自己以家为重 生活绕着马鲁龙站 甚至还一口气照顾马鲁龙前妻 胞弟加上自己生的一共九个小孩 把他们抚养长大 非常高兴 第一次娶媳妇 生个当公公婆婆的马鲁龙和佩晓兰 首牵手洋溢幸福笑容 结婚三十八年 感情依旧如交四期 对佩晓兰而言 仿佛只要待在马鲁龙身边 就有幸福相随 但如今天人永隔 一切只成追忆 三讯各自纲 朱志军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